给我们签了一个合同 加了微信签了个合同 然后开始就催我们要转钱 然后我们也特别着急要入住 然后我们就转了 因为我第一次被骗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住房 我还都问我爸 我爸说你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你自己能做决定 结果发现做第一件决定就被骗 一个是比较着急的 当时都说什么的 悉尼那种房源很紧张 可能绝对租不到房 然后会一直涨价这样子 就搞得有点紧张了 就想早点租到房 然后看他这个房子也比较合适 就想尽快租下来这样子 最后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个 然后给交了押金和定金 我当时特地问了一下 说这个交给你 由你转交是对的吗 他说对可以的 然后我看他合同上 确实也有这个选项 然后我就连着棒金一起转给他了 也就是说 3600加3600 总共7200的那个定金打过去的 就是我是8月25号刷到他们的帖子的 因为我一天都能给10个中介留言 然后我们当时想抓紧定 特别着急 因为马上就要飞过来了 我们说我们是第一年过去 就说要看我们的签证 然后COE 我们的就是护照 就这些文件 转了签之后 他就还很正常啊 就是等室友协费前一天的时候 然后他倒是退学 也会把我删了 很生气嘛 我问了以后 他突然就全部帖子删光了 主要是钱骗了都还好 你钱贵点也都还好 就没地方住 我们用着来都找了那种 本地实地再看房了 就是没过 特别难生 Real Estate上面 是石头能种一套吧 就是国内中国在澳洲 是没有执法权的 说为何这个人回中国 才能代替他 就一直说这个是CVL 就是这是民事的 然后让我们联系 另外什么NCAT的那个组织 反正就是也是不予立案这样子 然后就不要相信 他们那些中介的股东 大家都租房 然后房租会涨 会没有房 完全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你哪怕落地稀网 你当天找房 你一周内必定能找到 能租的房子